2個月內5人遇害 Starton 警方稱自2021年4月以來 六起無端謀責案似乎是一個人所謂 受害者都是男性年齡21至54歲不等 他們都是晚上或凌晨獨自一人時被槍殺 當局正在尋找與六起凶案有關的人 目前公布了有關這系列的謀殺案 以求發生時間的一些細節 9月27日凌晨1時53分 54歲男子Lawrence Lupus Senior被槍殺 Starton 警方說給ABC新聞 所有受害者都遭到伏擊 沒有人被搶劫 也沒有一起事件與毒品或幫牌有關 警察透露他們有物證 將5個犯罪現場聯繫在一起 而探員在調查時也發現 這一系列的凶案可以追溯到上年4月 2021年4月16日凌晨3時20分左右 一名46歲的女子在Starton的Path Street 及Union Street被襲擊 她中槍受傷後 但僥倖生存了下來 2021年4月10日凌晨4時18分左右 一名40歲的男子在奧倫市被槍殺 Starton市懸賞9萬5千元通緝連環兇殺案嫌疑人 Starton滅罪熱線還會提供額外的1萬元獎勵 天后維斯記者編輯報導